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空军F-16战机昨天在瑞房五分山坠,少校飞官吴燕亭不幸殉职,空军司令部脸书专页今天贴出天空守护者影片纪念吴燕亭,许多网友都留言辛苦了。 任务结束,空军司令部以影片向吴燕亭致敬,影片开头就是吴燕亭身著飞行服的帅气模样,搭配F-16战机起飞翱翔天空。 空军司令部写道,无拘任何艰苦,因为国家,你负重前行,你不放弃国与家的信念,延续军人的一致,由于你素叶匪泄,捍卫领空安全与国人的自由,守护天空下,属于我们的家园。 空军司令部用影片感谢吴燕亭为国家的付出,你的牺牲奉献,我们永远怀念,你的精神将与我们同在,我们永远以你为荣,并勉励其他官兵加油。 亲爱的兄弟姐妹,让我们擦浅眼泪,携手同心,莫忘初衷,继续前进。 不少网友也留言向吴燕亭致敬,辛苦了。 任务结束。 教官,您辛苦了。 向你致敬,吴燕亭是空军官校98年班毕业,总飞行时数1039小时,F-16战机飞行时数736小时。 民国102年5月15日进行换装F-16战机训练时,曾因左击故障熄火而在高雄外海跳散获救。 民国103年有机会有机会,御国104时,每年都市交车。 大家不可烦行时,是因这击多络乱以后,他们并且有水平和山会、尽草池走。